一 二 三 接下红布 竹北慈濟新国社区关怀据点正式启用 志工每个星期在活动中心 带动长者活动筋骨也动动脑 其实我现在也是算是高龄者了 感恩上人啊 这么慈悲 让我们以后年长者都有地方 可以一起来互动 掉就好了 掉就好了 避免老人家独自在家 志工设计一系列的活动 同时邀约长辈蔬食共餐 肃食的话对血管方面 对身体方面 样样方面都比较好 比较健康啊 减碳嘛 有的长者来 我不老啊 我还是做帮忙厨房的事情 这次我们在收的时候 帮忙洗碗筷拖地板 这个都是你非常感动的 三 二 一 请接盟 同样也是深入社区的长者关怀 在新北市土城区的清河里 也有了慈激关怀据点 包括里长和区长等地方父母官 都同声祝贺 拜托说我们这里是大 这个就这个 你不来这里 你住不是 不是好便宜室 看的 看的事 不三亿 来这里出来 大家互相关怀 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四周世界 应该 拖领大家做很多活动 我们这里掌握到我们的担忧 长者大家都走出来 走出来的就是 大家都在一起聊天 然后我们上午教一些 那个动动操 或者说动动脑 会增加我们老人家 头脑比较灵活 社区长辈定期相聚 启动灵力关怀 爱的能量 让银法族的晚年生活 更多姿多彩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我今天跟甘纬的 做年轻人们都有 好吗 这样